清定法师 原名郑全山 1903年出生在一个世代信佛的名门望族 他七岁即开始念诵佛经 从父亲那里初步接受了佛教知识 1939年 郑全山36岁 当时他担任国民党中央高级党政军训练团少将郑训主任 在重庆工作 闲暇之时 他常去附近的慈云寺 聆听成一法师讲经说法 在成一法师的感召下 郑全山1941年在重庆慈云寺出家 得法名清定 同年在成都昭觉寺 清定法师受巨族戒 得戒后 清定法师又败在近代中国著名高僧 能海法师门下 从能海法师那里学到了大威德金刚本尊法 能海法师元祭以后 清定法师皆成能海法师的衣博 成为佛教密宗格鲁巴法王 皇教领袖 清定法师的法力道德威震全球 曾经于佛魔法会上大显神通 自身变为地藏王菩萨 但是他在九十岁高龄的时候 却拜了一位年轻的巨圣德为师 这位巨圣德是谁 清定法师为什么要拜他为师呢 这位年轻的巨圣德就是南摩第三世多结羌佛 清定法师关照道 这位年轻人就是法界十祖报身佛多结羌佛的真身将士 就抓住这百千万节难得的殊胜姻缘 好 拜拜 我饮死了 三十五宫 一十五宫 二十八宫 三十五宫 三十八宫 三十八 Hell 三十五宫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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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